跨越8年的感谢,王一博用实际行动支持姚晨,令人感动。 王一博近日因为为某电影包场而成为热搜焦点,他为该电影预定了4场。 该影片于9月9日上映,由胡先旭、姚晨和周也主演,并由刘思义指导。 主要出品方包括华夏电影《猫眼和乐意城邦》。 从表面上看,王一博似乎与这部影片无关,那为何他会为他包场呢? 要解答这个疑问,我们必须追溯到2016年上映的电影《梦想合伙人》。 当时,王一博刚刚踏入表演领域,年仅18岁,在片中他饰演的角色展现了他年轻而不成熟的一面。 他与姚晨有许多对手戏,而当时的王一博尚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,而姚晨则已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。 姚晨回忆称,当时的王一博在拍摄现场显得非常害羞,但他始终鼓励和帮助他。 如今,王一博已经是演艺界的炙手可热的明星,他为此片包场很可能是为了回馈当年姚晨对他的帮助和支持。 其实,对于演艺圈的明星来说,包场并不是什么大事,而真正的意义在于他能为电影带来的宣传效应。 近年来,包场已经成为娱乐圈互相支持的一种方式。除了艺人本人,他们的经纪公司、工作室以及后期制作公司也会参与包场,但大多是为了支持与自己有关的项目。 而王一博这次包场是出于对姚晨的私人情感,对于他这种行为,在业内并不常见。 值得一提的是,王一博不仅为此片包场,还为另一部同日上映的电影包场,可能是为了支持他曾合作过的艺人大鹏。 此外,王一博之前还曾多次为其他电影包场,显示出他对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友情。 2016年的水灾中,王一博不仅捐款捐物,还亲自参与救援工作。 据报道,一位河南企业家曾被他救助,并为了回报他,自费为王一博的电影《无名包场》。 这显示出良好的人品总会得到应有的回报。最后,姚晨不仅是此片的主演,他还与丈夫曹玉共同投资制作了这部电影。 他们的公司《坏兔子影业》长期致力于支持中小成本的文艺电影。希望这部电影能获得良好的票房表现,预祝他成功。 王一博此次自掏腰包支持姚晨的电影,无疑体现出他对过去情谊的深深铭记和珍视。 8年前,作为一个刚刚涉及演艺圈的新人,王一博得到了姚晨这样的行业前辈的关心和指导。 而今,他已是演艺界的炙手可热之星,但对于当年的帮助和关心,他始终心存感激。 这种珍视过去,懂得回馈的心态,在娱乐圈尤为难能可贵。 从这一点上,我们不难看出王一博的人品和为人,他的成功并非偶然,而是他真挚的为人和坚韧的努力共同铸就的。